影视美女篇 赵丽颖 花千古和白子化的虐心之恋 你是否还记忆犹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愿意为千古付出一切的沙千末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影视美女就是大家的影宝 赵丽颖 赵丽颖出生于河北省廊房市 是一位弟弟道道的农村人 小编也是农村人 她的生日是1987年10月16日 赵丽颖考入了廊房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空城专业 由于家庭经济原因 赵丽颖并没有能继续深造 去做空姐 她去了一家小公司做了一份销售工作 在命运的安排下 赵丽颖参加了2006年雅虎搜星 并在比赛中获得了冯小刚组冠军 当时的她才19岁 紧接着就在获得雅虎搜星冯小刚组冠军的童年 赵丽颖就在冯小刚指导的广告片贵族片中担任女主角 真的是吃影视这晚饭的美人披子 从2006年到2010年这期间赵丽颖一直是不温不火 直到2010年赵丽颖在新版《红楼梦》中饰演了《行秀烟》 这个角色使得赵丽颖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从新版《红楼梦》的《行游烟》到《大内滴手》中的陈心儿 再到《新环珠格格》中的情儿 使得赵丽颖逐渐蜕变 直到2013年 赵丽颖挑大梁出演《陆珍传奇》中的陆珍 这也标志着属于赵丽颖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部《陆珍传奇》被多个国家引进播放 在国内播放质量 以及观众反映均是极佳 陆珍传奇之后 赵丽颖正式晋级影视剧一线明星之列 开启了属于赵丽颖的时代 到了花千古 赵丽颖成为了国内影视剧界的顶流天花板 赵丽颖的事业真的是如日中天 事业非常棒 尹宝的婚姻就不太顺利了 从2018年10月16日 赵丽颖与冯绍峰发布结婚证照片 开始到2021年4月23日 赵丽颖与冯绍峰结束婚姻关系 这段感情还不到三年 赵丽颖在2019年3月8日生 下了一个小宝宝 取名叫想想 不知道尹宝为何给儿子取了这个名字 是不是暗示着自己对这份婚姻的思考呢 如今的赵丽颖 赵丽颖颖 正值青春年华 未来仍是一片光明 赵丽颖轻力可爱 青春脱俗 因为自小生长在农村 我们能直观地感觉到赵丽颖的纯真与善良 她不是娇生惯养的千金 她更不会去耍大牌 她是拥有坚强 拥有善良 拥有演技的美人 她永远是我们的银宝